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凯 我现在河南洛阳 这里是洛阳的洛邑古城 它呢 占地总面积有1360亩 总投资呢 127个亿 打造的这样一座古城 现在呢 这里是免票 只要登陆它的官网 然后呢 拿身份证就可以进来 这里面最主要的 最有看头的 应该就是这一座文风塔 它呢 塔身呢 是九层塔身 高有30米 最早建于宋朝 但是后来被毁掉 在明清时候啊 又把它复建了一下 在塔下面拍不出来 因为它太高了嘛 有30多米啊 离远的出看 它有一点 类似于西安的大雁塔 洛阳呢 文风塔 它是一座秘延式砖石塔 它四方形的 高呢 有30米 主要它是由塔身 塔基 塔煞 三部分组成 那它基座 是用那种方形的 青石类的 每边长啊 有6.8米 高呢 是3.3米 它塔身 大家看一共是九层 逐渐往上递缩的 一至八层 它向北开了一个窗 然后就是拱形的窗 那可以向外看 但是呢 它现在上不去 这就是整个洛伊古城里面 比较有看透的一个建筑吧 塔内第一层供奉的是文昌 那又被称作文昌帝君 文取星 也是中国神话主宰功名利路的一个神仙 二层呢 供奉的是魁星 也叫魁星 当然了 这个第二个魁啊 就是一个大字 下面两个土的那个魁 它原来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素之一 也被称为主宰文章 兴衰之神 现在这里面呢 很多都是附建的 其他的建筑也没有什么看的 只有这一座微风塔是老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条视频见